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梁燕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和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对于全国各地的家长来说 暑期带着孩子到北京旅游 国家博物馆是必去的一站 作为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国博的藏品丰富 主题是一站的 国家博物馆展览众多 青少年夏令营也很有特色 今年暑期 国博最值得期待的大展是什么呢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 一览国博精华呢 来 一起跟随记者镜头 获取国博打卡攻略 早上八点半 我们来到国家博物馆的北门入口 虽然离正式开馆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但是等候入馆的队伍 已经有一百多米了 当天下着小雨 却丝毫没有减弱大家的观展热情 国博实行实名预约制之后 拿着身份证就能扫码入馆 队伍虽长 但等候的时间并不长 国博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 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很难在一天的时间内看完所有的展览 针对暑假到北京旅游的外地游客 看哪些展才能不许此行呢 国家博物馆的馆长给出了他的建议 我如果来了以后一定要看的就是我们的基本陈列 那是因为是我们国家博物馆的康顶之作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览 就是说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和复兴之路新时代 那么这个基本陈列是完整全面地呈现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的一个历史脉络 因为你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身为一个中国人你多么自豪 然后你能够真的从这里积蓄到这种文化自信 坚定我们建设文化强国的这么一个信念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以王朝更替为主要脉络 展示了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 在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辉煌成就 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小时候在历史课本上学过的很多文物 都一一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古代中国这个展厅有很多国宝级的藏品 比如这个玉龙 它就是距今有几千年历史的红杉文化的一个玉雕成的龙 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羊头上有很多的花纹 确实非常的精美 文物你其实在课本上或者在电视上看 都不如在现场看 从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出来 我们看到很多中小学生在大厅集合准备观展 其中步伐远道而来的 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到底在哪呢 在北侧的复兴之路展厅 国博的讲解员王松南带着我们来到了正面国旗前 并为我们讲解了正面国旗的来历和意义 正面五星红旗是由五幅布料拼接而成 其中大五角形的一个角还有非常明显的拼接的痕迹 说明当时建国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与此同时五十四门里炮齐放二十八响 五十四代表着当时参加政协的五十四个单位和个人 而二十八响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二十八周年 尤其是小朋友专程到国家博物馆 来专程一睹这面国旗的风采 饮水思源 回顾我们的历史 我们可以联想到今天的生活 幸福生活的来源来自于哪里 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于2018年7月向公众开放 这里的展品展示了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其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模型 和被誉为中国天眼的球面射电望远镜 还有我国首台全海深无人潜水器系统 海斗水下机器人等科技成果模型 引发了孩子们的强烈兴趣 我们一直倡导一个理念 不求所藏 单求所展 开放合作 互利公营 那么按照这个理念 我们跟地方博物馆我们进行合作 我们跟国外的博物馆进行合作 我们也跟其他的考古文博单位进行合作 我们活下来的很重要方式 然后他走出库房 走上展现 在展览之中把故事讲清楚 讲明白 国博每年会邀请多个省博物馆合作 在国博展示地方文物精品 现在正在展出的思路孔道 就是和甘肃省文物局 甘肃省博物馆合作的 甘肃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段和核心区 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枢纽 通过这个展里的516件套展品 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华文明 如何通过丝绸之路 与世界文明交流互建兼容并序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套 汉代的木简 仪礼 这个手抄本是目前能够见到的 字数最全 也是品项最好的木简 这套仪礼简实际上就是一套儒家的经典 它一共是有469件 字数是27000多字 上面的字非常漂亮 是非常精彩的汉代 而且写得非常清楚 这好像是昨天刚刚写上的一样 除了国内的展品 博博还经常展出一些国际上的珍贵的文物 在大美亚西亚这个展厅 我们将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47个亚洲国家 还有希腊和埃及两个文明古国 共400余件展品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由我国举办 亚洲大家庭共同参与的 集大城亚洲文明专题展览 参展国家数量 文物数量和精致程度前所未有 堪称文物界的奥林匹克 展览采用传统展示加多媒体技术相结合的展示方式 文物带你看亚洲多媒体互动展示 能让观众深度体验亚洲13个国家的近60件文物 就是可以跟文物合影 然后把这个合影带回家 我们现在来选一个你想拍照的文物 三 二 一 好 照片生成以后呢 会给我们一个二维码 扫完二维码以后 这个照片就在我的手机上了 我就可以把博物馆带回家 在这个暑假 国博还未喜欢绘画的观众 准备了梵高艺术沉浸式体验 蓝色的星空 摇曳的水波 怒放的项羽魁 翩翩起舞的鸢尾花 观众置身其中 沉浸在不断变化的画面 带来的惊喜与震撼 梵高卧室还原厅 VR体验厅 互动绘画体验厅等九个核心体验区 给观众全方位的感受 还有一个呢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要把这个文物 就是把它变成这种文创产品 就博物馆的周边产品 通过各种载体 不同的载体 包括电子的 包括这种实体的 让大家把博物馆带回家 看完展览 您还意犹未尽的话 可以在馆内的纪念品商店 和国博的天猫旗舰店上 购买文创产品 展览图目等书籍 在一楼大厅内 还有多个自动售货机 可以购买纪念币和3D打印的纸灯 把对国博的美好回忆带回家 除了这些精彩的展览和丰富的文创产品之外 暑假期间 国家博物馆还专门为学生们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夏令营活动 让孩子们读懂国博这本立体的百科全书 把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禀赋 和不懈的追求带回家 读会本 粤国博 还有那个小小讲解园 这是我们每年都有的 那个经典夏令营外 今年呢我们还针对着 来自平昆山区的少年儿童 以及海外留学的青少年 和台湾青少年 策划了三个不同的教育活动 传承复兴之路文化使者 和历史中的文字 国家博物馆可以说 是一个立体的百科全书 我们社教部呢 一个主要的职责 就是帮助青少年读懂 这部百科全书 让他们从中感到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博大精深 深深不息 让他们感受到 各国不同的文明 因交流而精彩 因互建而丰富 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感受到 作为中国人的 无比豪情和使命担当 无论是大美亚西亚 亚洲文明展 还是范高艺术陈俊式体验 都让我们看到了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和世界艺术的丰富多彩 博物馆是我们每个人 亲近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场所 希望借助记者提供的 这份参观指南 大家的国博之旅收获更多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文化资讯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文化十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 不仅有机会 迎娶演出门票或文创产品 还能参加我们的线下互动 有机会 与您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